揭秘主音蔡少芬的20年,好姐妹还是作秀? 湖南卫视的偶像来了热播,不得不说湖南卫视的收视率还是有保障的,瞬间个个都上热门的节奏,不少网友表示很喜欢紫霞仙子朱音和蔡少芬,觉得他们看起来很好,不知道是真好还是表面做样子 即使呢,他们都来自香港,不太了解的人可能觉得他们没啥交集,但他们的友谊之路长着呢? 曾有微博网友爆料朱音和蔡少芬是多年的好闺蜜,当年蔡少芬跟吴奇隆分手,媒体乱写说蔡少芬跟陈法荣搞同性恋,朱音就出来挺他,说如果他们俩搞同性恋的话,求求你们也把我算进去 从头说起的话,那就要从大家最关注的电影《大话西游》开始,戏中的两人,一个是飞扬跋扈的铁扇公主,一个古灵精怪的紫霞仙子,都情戏至孙宝的两人,在戏里可谓是过足了招 可现实里的两人,没有剑拔弩张,更没有掐架,反倒一见钟情,暗自期待对方能和自己做朋友 相识几天后,两人鼓起勇气给对方打电话,问对方,你能做我朋友吗?这忐忑的疑问,开始了两人二十多年的友情 这情节,真的是很CP游牧游 2008年,蔡少分顶着港媒各种不般配不合适的舆论压力,和张晋举行了婚礼 而朱音拉着男友黄冠中一起,为闺蜜的幸福站台 婚礼上,朱音还和黄冠中搭档,献了一首歌给蔡少分 歌声里都是对好闺蜜的祝福,感动得蔡少分当场落泪 2009年,黄冠中,黄家强首场一声乐与怒Live演唱会,朱音到场未满有古尽,丝毫不顾忌在场的媒体,全程向黄冠中比我爱你的首饰 而当时陪在她身边的人,是蔡少分 整个晚上,陪她一起尖叫,呐喊,大笑 娱乐圈中这样的游艺真的是太少了,希望她们一直耗下去吧 娱乐圈中